大家好,我是茅邦 大家好,我是Case 回到我玩小遊戲 大家好,我們今天來試玩我的勇者 勇者大人 勇者大人,看一看你的頭髮 但已經歪了,要梳梳嗎? 不行,很害怕 因為剛才在家裡 我剛剛拍片才戴帽子 剛才在家裡摘了椰子 然後發現放下來好像放不到 但不要緊,我們來試玩我的勇者 這次的遊戲是手動戰鬥的遊戲 整個遊戲需要打關卡 可以儲裝裝備,儲裝技能 有很多不同的儲物 一開始大家玩,角色是可以隨時轉的 我想問是否可以升職這麼多? 全部都可以升職 全部都可以幫他配裝 即是換人玩? 即是換人玩? 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應該可以用到戰士、遊合 以及牧師 然後法師和忍者應該鎖住 後期才可以解鎖到這兩個 即是前面要升職後才可以解鎖到這兩個職業 其實我正在主升忍者 我們開一隻忍者給大家看看 很想問為何忍者用鯊 哈哈哈 是嗎?OK的 他的武器很有趣 剛才不是說 所有東西都可以自己配上去 自己用 給大家看一下 忍者的武器 這把不是我的主星 這把我試給大家看 這把武器 這個山魚好搞笑 噴水 噴水 水屬性 他有分屬性 還有這個 試一下武器給大家看 因為他很多不同角色的武器 都是很有趣的 飛鏢 飛鏢是不是飛出去 這個飛出去 對 然後這個是好像槍 這把好像很厲害 會向前打出來 對 武器有些可以打回來 有些可以製造 那些不同的 勇者大人 你這麼多武器 都是藏在你二次元的屁股裡面 一次會拿出來 說換就換 為何背部沒有東西 但每次打架的時候 都可以在後面拿到武器出來 讓大家看一下武器 這把我正在用 這把很帥 這把很帥 作為忍者 覺得拿這麼大把長刀 會不會不夠忍耐 很漂亮 近攻的武器很漂亮 你這把也是打法外 長劫剛才比較漂亮 這把 這個 這個是什麼 飛出來 這個有點飛出去軟弓 因為其實你用不同角色的時候 它的武器 其實有些是共通武器 有些是專屬武器 我當用法師這樣計算 法師這條蛇是專屬武器 這條應該是尾道沙吧 有沒有石化 它沒有這些招技 不知道它升上去 它就是一條蛇 它升上去會不會有呢 你看一下 對呀 尾道沙 它不是的 有毒 因為升高不同的星數之後 它會有不同的效果出來 你看到 這隻角色沒有亮光 剛才用忍者的時候 整隻都會發光 它會幫附近的人加工 隔一會 會有些電走出來 所以它的武器 越升上去 效果會越來越多 它不同的角色 都會有不同的技能 可以學習 或者有不同的武器 可以拿 看到其實每隻角色 它的技能 可以自己再 挑選完 抽完之後 有的技能 你有些技能學習 你就可以把技能 讓它學習 之後再配自己喜歡什麼 它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原來你選擇一些 長期要消耗MP的技能 魔法外套 或者人們走近 你就可以扣血 其他技能 全部都是回MP的技能 原來全部都是出招的技能 你可以試一下自己配 挺有趣的 這是果欄 果欄可以放進去 果欄可以打 它會丟蘋果 它會丟蘋果 它會丟毒蘋果出去 那盾呢 那盾呢 那盾會 所以它的武器是挺有趣的 會有些波子 現在這個工會是這樣的 搞笑又出了工會 哈哈哈哈 工會裡面 你到時候玩的時候 應該可以開工會 這裡應該有共用空間 大家可以一起進來 可以一起在裡面玩 我們出去打一場給大家看看 先選個容易 基本上就是整張地圖 你進去打怪 對啦 左邊有擊殺進度 去到100%之後 就打BOSS 每張地圖 你看到這些地圖 就會有些 Laser 好像一些激光的東西 會打 但現在你是在一個迷宮裡面 就是看不到前面 簡單迷宮 你進去打和出技 不過你目標都是殺光 100%就可以解封 所以其實應該走到哪裡 沒什麼所謂 對 有時候打完怪後會有心吃 下面的人物 下面的綠色就是你的血量 藍色的就是你的NP 咦? 那你一定可以出大技 可以啊 哇哇哇哇 有些技用NP大一點 有些用小一點 但是 我現在其實不是 有時候 耗NP會耗得太多 我現在這隻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出這招都要 我全部設定了最高級的技 應該不應該這樣 這裡有些小BOSS 但我不夠NP出這招技給你看 夠了 哎呀哎呀 這招就是追擊的 算了 打完了 那 要避 所以為什麼我剛才說 會有機會一邊說話 一邊打不到 因為如果我打高級的關卡 我避不完攻擊的話 是很容易死的 他應該是那些很密集的飛彈 你可以不理他 不理他 那你怎樣100% 不需要100% 不就是一殺殺怪 他殺夠數就可以 有一個數目指定了 首先你可以裝三把武器 可以 即是你打打可以 但你武器會不會爆 想問 武器不會爆 但是武器 有時候有些武器 是不同屬性 你可能配上不同技術 即是打什麼時候 配上 96% 96% OK 打王了 換一把 太刀了 和你剛剛打出來的東西差不多 我覺得 哇哇哇哇哇 理論上應該是要避 但我應該打這個難度 就不太有難度 其實我這個 剛剛秒了一紅 好像 輕鬆 贏吧 你能不能看到我剛才打 本來打了七十幾八十幾關 我去打了五十五關 大家就知道我幾個花 唉 輕鬆過了 就是這樣 遊戲是這樣的 一個很爽快 還有你自己可以選一些技術 我覺得這隻公仔是挺有趣的 你可以選擇不同職業 去配那隻公仔 除了這隻公仔之外 讓我先拿我的寶箱 走出去 剛才你看到完場之後 就會掉了一些裝備 你可以打 你可以打 你可以慢慢去挑戰 越來越高級的關卡 慢慢打下去 可以跟別人連機一起合作 多人避景 除了大家可以用到幾隻不同的職業之外 你看到後面有一隻貓咪 它還有一些寵物系統 卡片系統 你看到我現在可以帶貓咪 或者有些被動怪 上古石像火龍 你看到基本上 其實它有很多不同的動物 可以慢慢加入 幫你不同的 它有加其他東西 其實它還有一些日常的玩法 最尾邊的魂卡 就是 裝上裝備的外加能力值 這些就是魂卡 還有一個深淵手獵 這些都是開裝備 即是打一些東西出來 然後開裝備 那些關卡 另外有一個技巧試鏈 技巧試鏈挺有趣的 每一天 它會有不同的BOSS 它有不同的武器 它會有不同的武器 給你試用 這個就是試用 我忍者的那把劍 其中一把劍 這個應該是一條皮鞭 對 是花耀觸手 對 它是鞭的 而且它是升到頂 升完 連技能都升完 你可以試玩試用 然後 贏了這個關卡 它就會出一些相應的技能 這些東西 會給你 忍者 給大家看了很久 試多個 試個魔女 試個魔女 跟大家去打一個 競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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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就是會不停出怪 然後 其實每個人都是自己各自打 然後看看誰得到最高分 然後就是有排名 對 有排名 競技場上面 你看到地上有些 這裡有一個人 左下角有硬 你有時候有很多怪 打不完的時候 過來踩一踩 看到嗎 看到它下雷 哦 這些是幫你的陷阱 每一個關 基本上你要打夠分數 你看到它剛才說我夠分 所以讓我跳 現在跳到第三關 我試試魔女技能給大家看 這個剛剛就是它的招元素 但是打不中 可以出招範圍的 我想打到上去 我玩應該很花孝 都OK 其實你還是看看你夠不夠頂 我覺得已經沒可能避到 好了 那就是這樣 看看你最後到多少分 這個遊戲喜歡的 就自己試試 這次的影片來到這裡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 下次再見 拜拜